萎缩性胃炎今天复查 在医院里突然看见了长寿秘诀 哈喽大家好 我是原家日本的金姐 今天呢去复查一下 那跟着老公的这个身体检查 做了一下胃镜 检查出来我有萎缩性胃炎 然后取血化了一个咽 查出了幽冥感菌 之后呢我去医院 让医生给我开了药杀这个菌 吃了一个礼拜 然后呢这次是专门来查一下 这个幽冥感菌还有没有 上个礼拜呢我把我的便拿来检查 今天呢来拿结果 不知道好了没有 心里有点没底啊 不过医生说如果这次杀不好的话呢 然后再杀一次的话 一般话就会好的 但是萎缩性胃炎呢 毕竟它还是有 即使杀了菌 今天也让医生给我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人好像是挺多的 看里边没办法硬着头皮静 医生告诉我的检查结果呢 就是肚子里的幽冥感菌已经被消除了 感觉非常的高兴啊 然后我呢就是有点 胃动力不足嘛 可能就是萎缩性胃圆的症状 然后问医生 医生说你这种菌啊 就是没了之后哈 会慢慢的变好 你往后看一下 等下次来检查 你在做胃镜的时候 咱们来再确认一下啊 所以说现在大体就放心了 但是刚才呢 在医院里呢 看见了一个日本医院里的长生秘诀 等一会儿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 刚才呢 我老公打电话来说 今天想吃黑牙西秋卡 我先来买点材料 黄瓜一根七十八 三根一百九十八 还是这个比较合适 比较这个 三十八来一个蟹肉棒 黑牙西秋卡一百七十八 来一个买一袋三个人吃 一百九十八来一个火腿汤 就是晚饭了 一百五十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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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